24包小马宝丽 24色点石油绘笔 24卷手杖交代 今天来挑战 用一道24的随机数 做盲轩手杖 先来拆小马宝丽 混合混合 直接来两个24以内的随机数 生成 1和21 第一包是去影 第二十一包 是新月贴纸包 太适合用来做手杖啦 先出去影 出了紫背 普卡是这几张 紫背揭晓 是小丑版的梅尔 来看新月贴会出什么素材吧 首先是紫月和风雪之星的魔法贴 还有这张碧琪紫月云宝的友谊贴 这张小贴子不小心被我剪坏了 救命 来看看这张卡是什么 哇哦 碧琪 好漂亮 下一个 选手杖笔 接下来盲筹两只 点石古城色柔绘笔 这一套超精致的国风 古城色系 每一只的色彩名字 都来自我们的古诗词 好看又浪漫 软性笔头 超好控制 用来写字和画框框 都很丝滑 好用 爱用 那这一次我们抽中的数字是 6和22 第6只22 两只都是紫色系的 看来会很搭了 最后来开抽胶带 24卷胶带排排座 被选中的两卷是4和10 第4卷 第10卷是机灵姐三小只的日常 那就开始做手杖吧 先来城堡配柔柔 主打一个优雅 接着把友谊大合照贴贴好 浪漫美好的氛围感 给紫月安排上 这次盲选的胶带贴贴 和手杖笔 意外的非常搭配呢 粉嫩优雅又浪漫的感觉 美美拿捏住了 满满的可爱少女心 搭配上机灵姐三小只 米米都 最后 用点石油绘笔 画上好看的文字框框 刚好盲选的两只紫色系 简直绝配 这次的盲选手杖完成啦 真度太好看啦 这个视频更好看的